做企業其實也只有兩天 哪兩天呢?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 民國八十九年開第一家公司 到現在十九年的時間 我曾經看過八家公司 四家消防公司 一家收藏品公司 一家生技公司 一家牙科診所 還有一家電子書 其實在寫書的部分就是 在盤頁自己的一些創業的過程 那我接下來明年是台南分公司 後年台東分公司 大後年高雄分公司 四個八家是不是都還在? 好 所以我自己也問我自己 誒四個八家目前都還在 哇 我幫你問下一個問題 四八公司都賺錢嗎? 目前有一家公司是還沒有賺錢的 哪七家公司是還賺錢的 我在四年前我加入了B&I 那這是一個國際商務一鍵平台 在這四年當中 我去訪談了超過兩百位企業組 訪談這兩百位企業組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像剛剛我們徐宏之董所說的 學校沒有在教你怎麼當老闆 每一個人都有他很專業的部分 但是我們在訪談過程當中 有時候會問他一些關於經營期的問題 我發現這些老闆們好像很像拼圖 老是缺了幾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然後又剛好有人找我寫書 然後我就把它證明 當前我覺得最困擾我的問題應該是 好的人才不好 不容易留住 怎樣留住好的人工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缺乏 所以這是我最大的困擾 我們的困擾是 優秀人才才很少 優秀人才這方面也有點困擾 當前這困擾就是與人才合作 那我的困擾跟前面幾位企業主都一樣 就是人才難尋找 跟難留 那我的困擾呢 主要是 當越來越多人來找我 做諮詢或者是 教學的時候我們的時間會夠用 那希望可以自己在這一塊上面 可以找到更好的合作的夥伴 目前缺乏的就是 需要一個團隊跟人才 那我最困擾的問題是 如何讓跟我配合的夥伴 一樣有老闆的思維 那該怎麼建立一個人好的系統跟團隊 這是我目前的問題 資金周轉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也是有工程的部分 那就是人好的工程人才比較難學 投資的這個部分 只是說我不知道怎麼樣避開這個風險的這個問題 那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跟合作夥伴的配合的一個 心態的問題 可能遇到的那個問題是 如何能找到對的合作夥伴 除了業績的部分之外 就是人員的困難 因為人員就是 近來之後就很容易流失 所以這是我們的困難 如何在有效的時間內 當年人才賠一成一樣的 是我最大的困難 遇到的問題 那一個是一樣的 人才了 包括選育、勇、勇、流 每一個團結都是藝術 我們剛開始合股的話有四位 那股東 一年的生意不好 就有彩虹 剩兩位 那兩位之後呢 第二年生意變好 第二年生意變好之後 那位股東說 你讓我自己做好了 我在找人才合作 那如何讓我的事業可以 真正地跨出國際 和我的之間如何去做 明確的 溝通 有這個困擾 60分的人才經過培育 變成80分 更有效率 更有能力 這是一個問題 我有時候在想一個問題 我們都不是上市上規的大經驗 對不對 所以好的人 會來應徵我公司嗎 那我到底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人願意跟著我 好好的在我的公司團隊底下工作 安身利益 而不是跑去台積電上班 為什麼 或者是說 憑什麼 那團隊 人多就怎麼樣 口雜 對不對 一條船 有人相往東華 有人相往西華 然後半天 這張船就在原地打圈圈 合作 或者合夥 所以剛剛 接著哥說的 到底合夥生意能不能做 可是 好像常常都有人問你說 某某某 我有一個生意 好 趁賺錢 要不要投一點 來合作一下 然後你到底 要投不投這件事情 你要用什麼基準去參考 同時會有好幾個事業在經營 就像小弟本人 目前就好幾個事業 斜槓斜槓在斜槓 人家到底真的寫那麼多 剛剛到底好不好 要怎麼寫 角度才會對 制度 怎麼樣去把人家公司制度化 請問 你可以看得懂資產負債表 每一個項目的 並且很清楚說出這個頂項的目的是什麼 請舉手 其實一個企業沒有規定 一個企業創業 你要全部都要拿自己的錢出來 投資類 包含政府的補助 包含清創貸款 包含銀行的資源 甚至於包含 如果你懂一些股權的話 你可以用股權的方式 來去獲取一些你需要的資金 來 他已經都已經幾乎成熟 只差量產這樣子 然後他去募了200萬 結果你知道他募了一禮拜 募了多少錢 他募了1500萬 然後我前陣子去找他 我說你就是在忙什麼 他說我本來是打算賣200萬的貨 我現在出貨沒有人 1500萬的話 他要出他三個月的貨 現在反而是欠人家貨 要趕快去出 你看 眾籌也是一個可能的平台 那這些東西都 書上都會無趣提到 那合約 有的是連合約都沒打 就是欸 好兄弟 Tony好兄弟 那你出50 我出50 然後放心啦 到時候錢我們兩個就 賺了一人分一半 就這樣沒了 生意就開始做起來了 然後做做做做做做 然後就開始怎麼樣 賺錢也吵架 我忙的每天平均下班 時間是12點 你每天5點就下班 為什麼我分的跟你一樣都賺錢也吵架 虧錢也吵架 都是你不努力 那我那麼認真你就不努力 好 那最後兩個人就說 好吧那不要玩了 拆火 怎麼退場 然後那時候才發現 欸我們都沒有講到怎麼退場 欸會賺錢的公司欸 一個 缺多少 我來投 對 然後 後來就說 好那投200 那投了200塊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公司的營業耳機 公司已經變大 可是我完全沒有股權的概念 所以 我們就要用一比一的方式 讓他投200塊 我完全沒有概念啊 年輕的時候 好 就投了 然後投完我也不知道什麼回事 一直到那一年要分紅的時候 好 我要分享這個故事就是 其實你看 合伙我的生意 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對不對 從這個故事我們學到什麼 你要不要懂公司的估值 對啊 在這個時候我辛苦的五年七年八年 這家公司長大 他到底值多少錢 如果我要退的時候 我可以拿多少錢 這是我在40歲時候 才學到這件事情 現在我跟人家的合作 任何的合作項目 我特別的總是合約 我還為了這個特別去請了法律顧問 三個月不上班 一樣有收入 來 請問一下 在座各位 目前有誰三個月不上班 還是公司會繼續賣錢的金錢 所有花最多最多心力的就是在找人 因為我要開分融資 所以我要幹嘛 找合伙 SOP 對不對 制度化 所有的東西都制度化 業務部有業務部 自己產生訂單的制度 施工人員或施工人員的制度 行政人員的簽額考核 怎麼樣去避免掉企業的風險 快進步的帳目 怎麼樣可以避免掉財務的問題 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把它打上好了 那它就是變成一個自駕車 對 比如說年底到啦 我就跟業務就跟他打 我問我業務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明年想賺聯繫多少錢 你想賺多少錢 他說 老闆 我想賺聯繫150萬 那我就說 100萬賺好耶 我來想想我什麼幫助 我來幫你達成150萬的業務 How can I help you 他為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而不是 我不會跟員工說 你這個月什麼 達成歷史又把那是80 第三題 我能熟悉股權結構設計 並且靈活的運用股權來 我要募資 我可以募到多少錢 我可以用這個股權設計來激勵員工 讓他變成公司的核心合伙人 如果你覺得你是擅長的 請給自己一份 不擅長的先賺什麼 這個活動 我們去盤領一下 我們目前 我們當一個企業家的狀態 或是我是自顧者的一個狀態 或是我已經要進入投資者 我會具備這些能力